今集繼續帶大家在深圳探索美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北京 或者試過北京和火鍋 到底它和平時的廣東火鍋有什麼大分別 過來樂宴試一下就知道了 現場看這個火鍋太誇張了 誇張得這樣 精彩內容 盡在余夫人Channel Yo 歡迎回到余夫人的Channel 今天帶大家吃好東西 大家都知道我在北京住過一陣子 非常喜歡北京的美食 今天就找到一間吃北京菜的餐廳 帶大家去探訪點 Let's go 樂宴路北京和火鍋 在深圳有7間分店 最近口岸的可以去黃江村店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這間香脈匯1979店 交通方法 樂宴很近口岸 大約15分鐘就可以去到 在B2出後出 然後轉左邊 一路直走 大約走幾分鐘左右 就可以來到香脈湖1979 前面咖啡店旁邊 就是樂宴了 等我帶大家進去探餐店了 用餐環境 一進去 員工就很熱烈地寬待我們 餐廳的佈置很有特色 有一種老北京的味道 來這裡當然是吃羊 他們精挑選了6至8個月的蒙古幼羊 相信肉質應該挺嫩和好吃 一會兒我們就試一下 另外大家可以在網上買團購 人均不用100元就能吃到一個套 有餐廳啊 這裡有很多湯底可以選擇 青湯、番茄、紅湯 我們這次就叫了一個鴛鴛鍋 一個是青湯、一個是紅湯 跟那個廣告裡面打便爐不一樣 打便爐它是用燕士爐 這邊用的是木炭 木炭 大家不要看小調味料的搭配 搭得好絕對是感上天花 現在我想問一下這個調味料怎麼搭配 我們這是北方火鍋的調料搭配 老北京同鍋蒜羊肉 它的調料搭配是芝麻醬 搭配韭菜花 稍微搭配一點腐乳 再加辣椒油 這個辣椒油是紫香不辣的 來對這個芝麻醬進行一個潤滑 芝麻醬很有心機 它有一個樂字 這個辣醬紫香不辣 一會兒試一試 大家記得在大眾點頻道打卡 就可以免費有一罐飲品了 麗樂宴一定一定要點的 就是這個魚耳巨無霸高羊卷 誇張到連隔壁的小朋友都很震驚 說這麼快點菜式就上齊了 銅火鍋是一個可以快速升溫的鍋 銅的度熱性好 全熱溫暈 可以很快地上路 這碟就是魚耳巨無霸高羊卷 這個我覺得四五個人夠你們吃的 羊肉講究的是肉質細嫩 而且沒有酥味 肥瘦適中 肥而不利 切得也要夠厚實 錄了十秒左右就吃得了 最後一定要點上一個芝麻醬 這樣才是最地道最正統的食法 羊肉很嫩 肉和脂肪的比例是一半半的 所以你進口的時候是有種融化的感覺 平時可能在其他地方吃的羊 會有一種酥味 但是這裡的羊 可能夠新鮮 所以就不酥 如果不吃羊的朋友來這裡 都可以選肥牛 因為羊肉太出色了 所以肥牛瞬間就順色了 但是也是有牛味的 帶羊肉串 等我試一試味 羊肉串我覺得挺好吃 肥牛和肉的比例不錯 不會太膩 烤得也不會很乾 冬不凍豆腐 好像一塊肉質 豆腐應該可以了 我這豆腐吸光了湯汁 很棒 滴汁 我所有湯汁的精華在這塊豆腐上全部吸光 來 手控酸菜 酸菜和羊肉一起吃 味道會更好吃 如果不錄在什麼味道呢 好酸啊 都是乖乖地錄上了 手控下滑 這個黑虎蝦的蝦滑很大分 不是普通的打得很碎的蝦 而是真的吃到大大粒蝦的蝦滑 真材實料 而且肉質非常之爽淡 試一試蝦滑 你看看是比較短的蝦 因為蝦非常新鮮 所以肉質很Q彈 而且蝦味都很重 晚費皇帝菜 吃了這麼多肉 當然是要點回碟菜 正常發揮 不過不失 北京火鍋有三樣東西是很重要的 羊肉 芝麻醬 和芝麻燒餅 一個好的燒餅 裡面分層越多越好 而且每一層都要有芝麻醬 吃完之後覺得好像去了北京 還有它很有層次 它不甜的 所以我覺得蠻好吃的 吃完這麼多東西 最後當然要解一下 吃一個精美紅果 它有很濃烈的山楂味 份量非常足 而且它的造型都蠻特別 看得出花了很多新思 這餐就吃完了 差點忘了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不想坐裡面的話 也可以選擇室外的位置 萬爾瑪逛超市 現在吃飽喝醉 我們就去逛Warmark Warmark其實是樂宴的庫甘 所以大家吃完東西 就可以去Warmark買些東西 朋友說回香港之前 最佳活動當然就是逛超市了 等我帶大家進去逛一轉 看看有什麼便宜正的東西買先 36年堅持 從小喝到大 I don't know Kurumi 一個小朋友應該喜歡 竹射貓 跟爽 剛剛打完Bino 應該要喝一個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最划算 當然是這個 好了 幫大家看看有什麼買 全部都是一個月後才過期 4元 這麼大包 2.5元 西里 白色的巧克力 麥皮沙 21元 如果大家喜歡吃這些 脆脆的可以買一盒 6元 還有這些健康的飲品 還有燕麥粥 這些飲品也是 三件十元 有很多款 樂宴無論是食材和醬料方面 都做得很地道 彷彿就好像去了北京一樣 如果大家喜歡吃羊肉的 可以選擇這間餐廳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過來試一試 吃完還可以逛超市 如果喜歡這條片 請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的Channel 下次再見 拜拜